各位同心好 辛苦了 忘了 天气 虽然天气冷 但是我们对台湾的真实 台湾的现实 跟台湾的将来 还是否认 因为你们能够参加高级班 从初级班到高级班 还有在进入 各种的训练 因为一次的训练 不代表全部都了解 其实我已经参加了 四十多次这样的训练 还是要继续训练 所以非常高兴 跟大家一起讨论 初头天的台湾人 到底初头天 初头天是什么 初头天的由来是从一个基督教的神学家 他讲的一件事情 初头天是因为被压制了 被控制了 他们从犹太的经典 就是基督教的旧约圣经所讲的 现在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临时代表歌 这个土地是烂的 从这个地方为出发的 我会讲一些小小的背景 那初头天是因为看到台湾 从过去无论是荷兰 然后郑成功 或者到清朝 从或者是朝代里面 也稍微就不了解 到底台湾人 在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立场 历史 很多时候历史的真相不给我们告知 所以由神学家 他们在讨论台湾的将来的时候 也有一个盲点 就是他们没有研究过国际战争法 也没有研究旧金山河边条约 那我们之前大部分的 还没认识台湾民政府之前 还是一样对台湾真正的真相 台湾的历史 过去以为是按着现在的体制 中华民国教导我们的 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 但是因为我们来到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才了解说 咦 原来不同 那而且不同到什么程度 那双方面的极端 那一个极端是 你的亲朋好友败给你的极端 然后你自己的受教育 进入到台湾政府 台湾政府 这样的更极端 所以这两个极端 会给我们迷惘 还好因为我们参加高级班 让我们再一次的理清 那这个出头天 会有另外的解释 那今天我们等着看看在同我们台湾政府的大家长林秘书长 他从2004年2005年了解到台湾的真实跟历史的时候 他完全摆上 完全付出他自己的一生 自己的智慧 来看出台湾人只有回到国际地位正常化 那可见我们台湾人活在这一段七十一七十二年的时间 这样的历史真的是不正常 不正常到什么程度呢 压榨我们整个台湾人从小一直到老 那这个压榨跟压制压迫呢 假如说你生活好一点都不会在乎 那有的是把所有自己的土地或者是没收了 或者是整个财产 有时候就因着中华民国的体制受到很大的压制 所以造成会有一些的反抗 但是反抗到底有没有用 这也是我们重新来看看在压榨的程度 就像我们一般进入到台湾政府 在像我的名字是高沙祖太儿祖 那台湾政府是原来的名字是亚乌相 那这亚乌相呢 那在我们的祖先还有我们自己的家族 有自己会轮流几个一代两三代的名称一定会轮流 因为我们没有记录文字没有记录 那用这个名字来思考祖先的名字 所以会轮 那当然这个轮没有规定 那但是到了在国小国中高 然后进入到一般学校的时候 那名字就改到礼服全 那礼服全是 那是在乡公所 他点了那么多的名字 然后就请我父亲说 你看一下我来解释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到底要哪一个名字比较适合 那就刚好说你父亲 所以一直到我们原住民在十几年前 为了向中华民国抗议 正民运动 还我土地运动 这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还我信誓 而不是中华民国你定我们的名字 就是定我们的名字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主体权 而且这个主权是应该自己喜欢的 就像各位假如说结婚的 或者是有媳妇有女婿 那总不能说 你的孙子女或者是外孙子女的名字 是跟你无亲无故的朋友 来替你取这个名字 一定是你个人自己喜欢的名字 或者是阿公阿嬷 和这个名字阿比阿嬷 有什么意思 我们取这个名字 到底对我们家族有什么意思 甚至于到庙里面去抄 去改名字 或者是去取名字 都有这样的风俗习惯 那但是在我们 台湾的住民高沙族 在整个的名称是 看族群不同的 取这个名字 有不同的名字 有的是家族式 那有的是孝明胎儿族式 我的名字 是亚乌 爸爸是想的 那阿公是 所以会一直连下去 那整个像中华民国这样去争取 正名印度是花了将近七八年到十年 才恢复我们现在自己的名字 所以很多地方都有地名都有改调 不管是阿美族 布隆族 鲁开族 台湾族 塞下族 或是台湾族 台湾族 塞尔克族 那一共 现在目前十六个族 撒基拉雅 或是格玛兰 这个都有他们自己的名字 那这些呢 慢慢地恢复 那是因为也是要 自己本身要去重新 那这样的事情会觉得说 到底跟我的名字有什么相干 除了名字的教育方面也是一样 那受到教育 那整个的教育的体制制度 跟欧美不同 我们差不多都了解了填鸭式 那但是这些的教育制度呢 跟我们进入大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一定会不同 我们会 会学取欧美的教育制度 用小朋友的性向去了解 她的恩赐她的专业是哪一方向 不像现在我的女儿 大包整个差不多 将近二十本大包这样背着上学 好可能 我们看我们现在的小朋友 带着大的书包 好像人小鬼大 有时生活那么大那么重 结果小小朋友还是这样 一直跟着还是上学 那这些全部都学 你学了那么多 那你的专业跟你的 你的兴趣的方向 又被磨杀 所以这些的教育制度 当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 一定完全改 所以假如说你进入到 高级班毕业了 然后过午观 然后再进入到集训 特训 这样的方向 你自己会选择 你是要往哪一方向去 你自己的兴趣 那假如说 所以教育制度的话 文化或是教育方面的话 那这些 你就要往你教育方向的 一些领域可以多了解 然后就可以 改掉了 就完全改掉 那这些都是 赖在各位的手中 那当然我们 有一个条件 就是继续参加 那在这个参加受训当中 你有什么不适的痕迹 都可以问 无论是回到你自己的周半 回到你是属于哪一周的 这些都是几乎都在礼拜天晚上 从校 有的是礼拜天早上就开始 那有的是先游行 发那个文宣 然后可以跟他们一起 去动一动 了解现在的 台湾人民的心声 那有的是接受 接受你所发的文宣 那有的是再不要写风凉话 啊 台湾人民救护啊 啊 好人骗 台湾人民政府是大兵集团 用这样的事情来 概括我们台湾人民政府 所以这些台湾人民真的是 五个还不知道已经被压迫了 已经被污染到这个程度 还是做为中华民国帮我们说话 扯我们的后腾 那这些你会慢慢的会体会到 其实你可能都已经体会了 你的亲朋好友本来跟你要好的 跟你来往的 哈 你从家台湾人民政府 这样买了 然后你跟他约的时候 好办 本来都没有谈到台湾人民政府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没有 一谈到台湾人民政府 又不能停 那这样好 改天再说 改天再说的时候 以后就没有来往 很多我们同性 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可能你也碰到这样的经验 那甚至有的父母亲 或者是你的家人 有的支持 有的反对 那有的反对到 怎么可能 不可能 真可以推翻中华民国 你怎么会 会终止中华民国的这个体制 台湾人民都已经接受中华民国 台湾是成为是一个政府了 一个国家 他们那个观念 往独立的方向 这些都是大错特错 那以前我们还没认识 台湾人民政府的时候 希望说 台湾人民自己主力 自己自立 然后 说我们自己决定 那我们来到台湾人民政府 那这样可以吗 是没有办法 按照国际法 战争法 因为流亡政府不能什么 就地合法 你看 中华民国是流亡的政府 那他们流亡到 本来是要到越南 然后没办法去 然后本来到别的国家 到最后就美国跟美国协商 用美国用舰艇来载这个 中华民国的军队 然后逃到台湾 所以为什么会说 英文来讲说 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那简称就是中华民国 那中华民国原来的 真正的名字就是中国 所以在这个体制下 都还不了解 那还是我们说 这个就是中华民国体制下 以为说自己独立就可以 我们没有办法独立 是因为在马关条约 旧其商合并条约 定得非常清楚 那清朝大皇帝和日本天皇 日本皇帝 这两个大皇帝呢 签署的把台湾澎湖 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 所以这个所有权状 当然在日本天皇 那他一定不会肯 有一次习近平当副作的时候 还没当主席的时候 他就去日本天皇去见面 希望我们现在中国有钱了 我们想要买台湾 日本天皇说 啊 台湾又不是东西 还要卖给你 我们从来不会卖的 所以可见习近平很清楚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 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没有办法独立 因为是在日本天皇的手中 那第二个是 主要旧金山和平条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台湾整个的主权或是占领 都在美国的手中 因为美国是台湾主要的占领全国 所以他竟然占领 你看花了那么多将近二三十年的时间 甚至也将近五十年的时间 都在照顾周边台湾的安全 台湾澎湖 有没有发现 美国的第七舰队 只要碰到 旅王政府的大选举 第七舰队一定会绕台湾 就是要保护台湾 那为什么保护他 他要尽全力义务的权力来保护台湾的生命 所以他知道说他既然是占领者 他就要保护我们台湾人被占领的台湾人的生命跟财产 所以这个讲得很清楚 那当然你们会一步一步会听得更多 那会更熟悉 那最起码这个两点就是 就是联王政府的不能就地合法 那今天中华民国太多的土地 就像我们高沙族的土地 为什么说保留地 应该是我们的土地是从最少六千年前 最少或者是一万年前都已经在台湾 那土地中华民国来到台湾 只不过是七十一年七十二年的时间 那实际上是从1945年开始进入 那这样算起来只不过是五六十年的时间 按照他们的年代 那这样整个刚刚流亡到台湾 那进了变成主人 假如做一个做你屁事 假如说我逃到你的家里 哇 来帮 因为有人在追了 或者是我需要 因为我看你的土地那么多 我可以开口 我可以帮助你 假如大老板说 为了你的宽容爱心 就接纳我 然后就帮助你的土地 开口 但是这个土地是 你是大老板 当然土地所有权都是老板 那这不是我去帮忙去开发 那到最后 我是等于是逃难到你这边 那这个土地以后会不会变成我的 会不会变成我的 当然不会 我是多忙的人 我是从外地来的 怎么可以成为你的土地的收入权 不可能 不可能 那今天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就是这样的心态 那流亡整个搜刮整个台湾 所以这个就是实际上 实际上中华民国高阶层 他们也清楚 他们只不过是受美国的委托 来暂时管理台湾 所以为什么说台湾治理党局 意义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些高阶层 中华民国的高阶层 他们也了解 研究国际法 他们也了解 这个土地是被美国占领的 而且中华民国是受美国的委托 来管理台湾 既然管理了 是不是永远就不可能 所以有一天一定会终结 有一天会结束 那就是要看烂丹丸 那我们台湾人决心到什么程度 刚才有台湾民政府 还好有台湾民政府 假如有台湾民政府 我们还是会继续受虐待 虐待不是说只有肉体上的虐待 是精神上的虐待 教育上的虐待 文化上的虐待 族群上的虐待 那整个这个虐待 整合起来 真的是 看起来 听起来 你要继续研究 真的是 中华民政府 真的是不要脸 那他没有办法 因为台湾人没有决心 只是说 到底王图统一呢 还是维持现状呢 还是公投来决定自己的将来 这些都活在台中华民国的体制内 这些 比赞阿比罗 陈水里 第二任的时候 要选取总统 就会选上 选上以后 他不是有他们所谓的总统在那边就职吗 我要遵循中华民国的宪法 不是台湾的宪法 是我要遵守 遵循中华民国的宪法 然后我要照顾中华民国国民 不是台湾人的人民的 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然后假如违背以上事业者 大概有了 定了三四条 然后就违背以上事业者 一百零四条 在等阿比 是什么 使路一条 失了会一条 你违背中华民国 你就会死路一条 那他也没有违背 最后他也没办法 他本来说 好啊 那台湾人应该有自己的宪法 自己台湾基兵 台湾基兵法 或者是我们自己 台湾的宪法 有不 阿比在那边 划来划去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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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拍摄的 高兴的要命 这个 有干吗 有干吗 没有 没有办法改 为什么 要改的话 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 阿比最后说 我没当者 就是没当者 我不能做 不能做 那不能做什么 不能改 台湾的宪法 也不能改 不能改 中华民国的宪法 成为 台湾宪法 也不能改 中华民国这个名字 改为台湾 或是台湾共和国 也不能改整个的体制 因为这个中华民国是 包括对岸的中国 就是国际的笑话 这是国际的笑话 那这些阿比我 可以改吗 不可以改 所以我没当者 就是没当者 这样才行 那最后他还在监狱里面 虽然是有点保湿 但是他还是受虐待 台湾人就是可能 但是今天是没改成 改成台湾民政府 这样好吗 好吗 要看你 只有台湾民政府 可以改变 所以这个叫做 改变了 终止了中华民国 我们就要出头天的台湾了 那出头天就是 让你自己夸分你自己的意志 所以在整个的出头天 把模糊弄得更清楚 虽然模糊跟祝福有抵对 但是祝福 这个出头天的祝福 一定会给人民有益 而且是改善更好 给他帮助 那为百姓设想 而且我们想到我们祖先的牺牲呢 就看到给我们更大的 生命的朝气 所以我们看看 假如继续让中华民国 这样的受委托 然后一直在压制台湾人民 给我们模糊 我们自己的利益 争取权益 也会让他们模糊 不会去了解清楚 所以我们看见 就这样继续受他们的虐待吗 继续受中华民国的压迫吗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到高级班 来思考的一个更大的生命的议题 不是只有属性 不是只有你自己 是我们的后代 我们的后代 整个台湾人的命脉 都在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手中 那假如模糊继续下去 就没有办法做一个运作 而且都不在乎 整个的 所以无人告诉你 不要拆见 好像政治是很可怕的 今天没有民主 当然就跨政治 因为都被政客操弄了 早上律师长 来跟我们讲 今天中华民国 为什么和美国有模糊政策 因为特别是中共 中共他们的那个 放在自己的口袋很可观 而且秘师长说 连江泽民 习近平 他们也要分一个羹 要买卖均够 他们的老大也要分一个羹 你看可见 从大大小小都有分 那今天中华民国 也会当过代表 当过信员在这里面 在我们当中 有的是三趟 你只要有整个的建设 你自己争取的 或者是所长 你有三趟放在口袋 这是明文的规定 很自然 那假如说几百亿几千亿很可观 可见这个中共 为什么法拉业 那个社交密货 还有拉法院 那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这是中共的问题 都是在这边吃来吃去的 台湾民政府没有这样的机会 一旦发现墙壁为主 秘书长讲得很清楚 我们的刑法只有点醒跟墙壁 以后就没有监狱了 那将来的监狱会可能变成博物馆 甚至放球场或是足球场都有 因为有的地方蛮宽广 那这些都可以改变 所以我们的将来是巨大的责任 那有泰人他说一个名言 没有以下没有远见 您就放纵放肆 那今天我们台湾民政府的真正的远见 就是用国际法来打美国 用国际战争法来打流亡中华民国 所以我们从2006年10月24号 第一次控告美国的时候 法院已经很清楚告诉美国政府说 原告者 你们要帮助原告者的方向走 而且一定要实际的帮助 有没有实际的帮助 我们回顾这几年 当美国帮助我们 第一个除了生命财产在照顾我们台湾人民以外 那我们台湾民政府帮助我们做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每个人都有身份证 后面我们可以的USMG 然后合法 在台美国军事政府下合法的成立的台湾民政府 这个你不能随便乱编造 你一旦编造的时候变成欺诈 美国不会罢休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身份证据 美国合法下来 很清楚 在2013年的时候 我去美国代表我们17个人 那时候虽然有四二五的叛逆 那我也其中之一呢 我们四个人提前回来 跟密书长夫人 那剩下的就在五五 那些都是在那边法判 你看最高的阶级 曾经当过总理的 都是高老都是姓蔡 那这些到最后 他们要在美国喊声说 啊台湾政府成为台湾独立的 我们不屑这个台湾民政府 所以把那个台湾政府 那个名 有没有看到 把名拿掉 这是说台湾政府 本来密书长不相信的 美国CIA就告诉密书长 你看看 你派了17个人 竟然到了美国 发声说台湾政府 台湾独立 密书长夫人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不可能 给你看画面 马上下来 一看 台湾民政府那个名 拿掉 就被称台湾政府 然后 那个 日本政府 日本国企呢 有一个 现在给你 反叛之一的 放在意下 那这些画面都有 都给密书长看 密书长才 才知道说 原来那么严重 所以 全部都撤掉 那我们四个 就包括密书长夫人 我们先回来 还好说四个人先回来 表示不赞同 他们所发表 所以 我去的时候 我要讲的重点 是台湾民政府 我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 当然中华民国这个护照 流亡政府的护照 已经盖过了 然后我再拿 我另外一张 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我就问海关的官员说 请你试试看一下 看这个身份证 有没有效 他拿身份证 马上一刷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 假如是 骗人的话 我们还活到现在 所以 这个就是 美国真正行政人员 美国政府 已经帮助我们 建立 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那第二个 给我们更大 旅行证件 现在是旅行卡 要准备申请 然后就 人到判决以后 就会更明朗 那3月9号 差不多45天的时间 跟我们 台湾民政府的代表 律师 我们委托的 美国律师 跟美国政府的律师 那边口头并入 而且我们也控告 中华民国违宪 违背违反国际人权 因为1946年1月12号 强迫我们 台湾人民 归入到中华民国国民 国籍 这个本来就不是国家 怎么会有国籍 强迫我们 那这些这样的事件 是清清楚楚的 在发生在我们台湾政府的身上 就是因为我们 大家从控告 然后在第二次的 2015年2月28号 第二次的控告美国 然后再次第一次控告 中华民国 那这些都是他们 违反的人权 让我们自己 应该有国籍 所以今天我们 就要等待判决 所以我们都一直为什么 一直训练 从高级班进入到过五官 然后进入到各州的参中议员 然后内阁议员训练 这些都是要让我们清清楚楚 把新的台湾论 更上下级更守堵 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 都有买到的话 希望每个人都有守中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 以后执政的真正的法源 我们台湾政府的法源 就是新台湾论 上下级都在里面 所以你更守堵 你对其他的情报好友 或是中华民国的一些 那些围观 那些官员 就可以遍复 那不知道或是年轻人 可以按着你的 LINE去电脑 跟他们解释说明 所以我们要继续受训练 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事情 就知道说 持有依法基础 坚持法理 转型正义 我们台湾政府 当然就为百姓赦下 很多事情 中华民国的体制生活下 或是对岸的中国 几乎类似像这样 这是中国的一个神 他们整个摩托车 放在污染到什么程度 不只是中国 连中华民国的整个摩托车 都是污染到很严重 那也是因为 只有为了钱 只有为了赚台湾的钱 你看 这本来是一条火 这本来是一条火 都是肮脏污灰 台湾的一段时间污染了我们的道理 这个都是因为中华民国体制下 条纲的污染整个台湾人的生活 所以我们再回到出头天的原来的意思 我就从犹太的经典的背景来做简单的说明 台湾政府我们临时代表哥说 上帝赐给我们这块应许的土地 是烂的头堆 而且非常勇敢的祖先所留下来的 那留下来 我们为了这块土地要保护 让这块土地是儿女自有自在的生活 虽然我是平凡人 我是软弱人 但是上帝帮助我 我的生命保护 甚至为这个土地牺牲 那这块土地是一直到永远 都是揽头堆 那这几句话是Andy Williams 在1962年所写的出埃及的歌 那今天我们唱的临时代表哥也是这首 那他的背景就是 在以色列人在埃及 因为被奴隶到埃及受了四百年的虐待 那真的受不了 他们就向原来我们还有一个上帝 所以他们就向上帝祈求说 希望能够脱离这个受压迫的 而且没有办法自由的 希望脱离这块土地 进入到上帝应许流奶隐秘之地 这个流奶隐秘之地 现在就是中东失谣 那今天我们换到了今天台湾 也是同样的 流亡的中华民国 这个中华民国恶霸到什么程度 整个都吃了 甚至连骨头一直啃 啃到人还给你吸血 还不打紧 还要再强迫所有的人民 我们都好像没有感觉到 但是我们从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来看 台湾民使这种口令 不知高都不会说话 那龌龊到这种这样的生活 你看我今天看 蔡英文的满意度已经降到28 不满意已经快到50 那这些大学生一般年前都 没有办法过好的生活 工作也没办法做得好 但是还好台湾民救护 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 马上赶 秘书长讲得很清楚 这些大老板 应该要负责纳税就要重税 那有好几间的房屋 那就用课税 甚至于预定 假如说第三第四间 你这个第三第四间就是 你买了一千万 你就要缴一千万的税 可以吗 可以做吗 他说这个是好像受到人权 他们压造我们台湾人民就不是人权 我们克他们的税 就算人权了 你没得力啊 那这个都是你看 有的是不明 不明的账户 就一直在活在他们的上下 上上几代 然后一直到下几代 生活都好看 有钱就移民到欧美 那这些都要去 算清算不好听 实际上真的是要 重新再整理 重新再调查 这个就是要转型证 那转型这个不听的 当然就会用我们救发审判 当然跟中华民国的救发审判 不一样 很清楚 就是话写给 我们中国跟蔡总理 还有我们走的法务部 我们也在讨论说 你看杀死人 这个很清楚 还要去上诉 上诉几个月 上诉到几年 本来无期徒刑 又变成二十年有期徒刑 然后一块法官换了 又变成几年 甚至有罪变成无罪 无罪变成有罪 这就是法官换了换去 因为都是上面点的 达成ード 没有达成无罪 tired 没有这样 只有死心 偏心 所以你害人生命 你就要炒命 这个简单的到底 这样我们的治安才会改变 这样可以了解吗 会痛吗 要看你吗 好 那就让我们继续 那在这一段的时间 台湾人都在挣扎 那挣扎到什么程度 中华民国用选举的方式 来骗取台湾人 而且台湾人都一直 好像热在其中 热在选举的方式 我们高沙族很可怜 一旦选举非常高兴 因为这一块土地 差不多两三年都没有动 一旦看到选举这一块路 马上浮水泥 哇 滑黑吧 本来摩托车都是 蹦蹦跳跳 一旦快学举的时候 哇 睡个迷迷茫茫 就开得很高兴 而且又有钱可以拿 拿到什么程度 有一个村子说 有一个村长传病人来说 报告在那三个 亲爱的同胞们 晚上大门可以关 后门不必关 谢谢你一书 大门可以关 后门不必关 后来第二天一看 那个水沟都是猪毛 原来已经杀过猪了 因为都是选举猪毛 所以沟沙族那么可爱 只要有选举就有得吃 你看 好像高兴 哇 黑到台地啊 杀猪拔毛 哇 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现在慢慢都已经改善了 那这些都是活在 中华民国的体制下 但是有没有改善 想要说一百型条例 废除掉 换取自由 然后所有的媒体自由 能够换取能够有生活的改善 然后有媒体的自由 那政党轮替的时候 然后唤起说 可以进入到国际之制 有啊 有改善 有改善 不啊 这些都一样活在 中华民国体制下 流亡 所以这些 有可能 没可能 但是虽然有这样的状况 希望我们台湾人 还是我们有进入台湾政府 有权力 有权力 给我们赶策 那我们设计困难 亲朋好友 好像没有跟我们打交道 我们还是尽力 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朋友 能够分享台湾政府的福分 那这些都没有办法活在他们的体制下 那唯一的就是要回到我们台湾政府 所以 在有的人说 他们中华民国的学者 已经研究了国际战争法 但是一碰到 要终止结束中华民国 这样的议题的时候 不敢接触 华先生 我的本望 有的人知道 但是良心没有达到转型正义的心 为了为了铁放人 所以我们要讲究 只有你们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来到台湾民政府 但是会怕吗 会怕吗 对 我跟你说一下 对 我跟你说一下 所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革命先行者 我们台湾人后代才有这样的 才会出头天 所以能够让台湾人出头天 还是我们要依赖我们的大家长 Roger Lee 我们的秘书党 他突破了美国模仆的政策 所以他最先在播到 还没有控告 2006年那一段时间的时候 就写了一篇文章 告诉美国人 You must do it 你应该要做 做些什么 让美国人知道 台湾人也是应该有国籍 今天没有国籍 是因为没有国籍的流亡中华民国 受他们的虐待压制教育之下 当然台湾人没有国籍 所以唯一的要让台湾人进入到国际正常地位 正常化的一个最大的法官 就是你美国 你来做 应该做 You must do it 所以有的美国一看这个文章 吓一跳 原来台湾人跟中国人不一样 连了台湾人跟中国人不一样 因为在一般 我们秘書长派了几次的 我们代表团到美国 从去年到现在 很多的官员跟领袖才知道说 原来不一样 台湾人就是台湾人 中国就是中国 当然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做 而且我们明律师长也告诉我们说 一定要参与美国酒会 当然你们将来还是有机会 先让前面的前辈先参加美国酒会 甚至在5月3号的时候 真正的谈判 那谈判 其实谈判 那秘書长讲得很清楚 我们一排是一个人 台湾人政府代表 对面美国人官员 是一个人美国代表 那谈判 实际上 秘書长说 谈判的内容已经弄好了 那只不过是大家合照而已了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发现 只要放在台面上的一些合约契约 其实之前早就已经谈判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